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场路那边自己搞了一个博物馆 我还说哪天咱们都去参观 不过今天咱说点别的事 说点大家伙都说的事 黄金甲 我是逼着徐老师昨天看了个午夜场 是不是 睡着看 看睡着了 不是 我第一次看这样的影院 叫120块的 因为没票了 就一张 叫VIP 那椅子是可以调节的 像按摩椅一样这样下来 他给你调的那个度 很奇怪 睡着看电影 旁边是女的不认识的 要叫我就高兴了 高兴鬼 他不断的调那个高低的度 这个就发出很多怪声 没错 我就记得有时候观众 他不文明礼貌 只有比如说我看张艺谋的十面埋伏 就彻底给扰了 我投诉我前面一大婶 我说你看电影别说话 那大婶回过头去骂了我半个钟头 你弄得我也没看清 马仙人呢 马仙人爱看大片吗 我是应该说是有时间是爱看的 但是不幸的是很多大片都没看 我也不能说我不爱看 不爱看人觉得我矫情 我是连选择都没有 就是说机会 其实大片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大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赶上了 比如我闲着没事 比如我看英雄是在杭州看的 当时几个朋友晚上也没什么事了 他们都去看就拉着我 那我就看了 你意思是说看一部跟看很多部差不多 差不多 对 而且我不会主动的去看 我看片花我觉得就基本上够了 所以他轻易不要放片花 放了片花就会导致很多人不看 他说这个感受我就有 因为他黄金甲刚出来 成谋人家张伟平照顾我们 给我们凤凰放了一场 但是你看这才隔了一两个月 我昨天就回忆起来 我怎么忘了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他这个情节 你看雷雨我知道 哈姆雷特我记得清楚 可是夜宴的情节我已经忘了一半 黄金甲的情节我基本上全忘了 他很容易交叉的就混了 我现在这个英雄的情节 我倒还记得清楚 你看啊 这个我脑子里拾一些破碎的一些印象 我一开头啊 这个黄金甲啊 我想起大长金了 我甚至想起当时围绕大长金的一些讨论 就说中国宫廷里边的一些 这种中医中药 为什么不能发扬光大呢 在电影里也可以做表现 这么看来这张导演他学习了 然后我就记着就是周杰伦 这个耍那个青龙眼月刀 好家伙那跟搁麦子似的 一搁人一茬一搁一茬的 我就有点这个印象 他那个美国人吧 他是把电脑呢 做的跟人演似的 咱们呢 是把人演的呢 跟电脑似的 嗯 那调动了几千人出来那效果 就跟电脑画出来似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刻意追求的 有个场面呢 我还真替他担心 嗯 记得那青场吧 那广场上 对对对 哇鲜血淋淋很快换上鲜花 放出烟花来 哇 审片呢 现在也真是想开放啊 我看到这儿是为咱们那个奥运的团体操 放心了 这家伙真是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 夸一下人来了 夸一下人没了 所以他们对大片也有一个就是不就是也算一个不包不贬的一个称为 就是说大型团体操 大型团体操 他这个这个我对大片一个一个印象就是他占了好多无关的人 他们认为场面大一定是要人多 嗯 所以他现在因为电脑有技术可以叠嘛就叠的那个场面很大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调动几千人看着好像成这个这个成千上万的人都站在那 那么过去我认为一个所谓大片的这个这个是一个质量问题不是数量问题 嗯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目前已知的大片基本上都是用数量来 所以我我我觉得大片两个字要加引号 嗯 在我心目当中雷雨是大片 再过一百年呢 我们还是会记得雷雨 早就忘掉这个黄金甲这样的这样的东西了 嗯 好像我们出去吃饭 你比较我要请你吃饭 对 我们找一个大饭店 嗯 你不会去麦当劳吧 嗯 虽然麦当劳是全世界吃的人最多的地方 对最大的饭店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些人就说呀 这个几个亿几个亿啊 这是多大的资源多大一块钱 但是呢上次聊天的时候我听马先生还感慨 说为什么那么像呢 对 他们 因为钱的都是一样的 我拿到背景是钱的 你花这么多钱 因为所有人初衷是一样的 就是他首先他他不是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所有的导致 导致是一种很悲哀的境地 就是他不是先考虑自己 他一定是先考虑市场 对对对 先人后期 他的风格没有的 先人后期 我不认为张艺谋 冯小刚 陈凯歌 在这样大片的拍摄中 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 这个无极啊 夜宴啊 黄金甲啊 英雄啊 十面埋伏 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严格说他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想这个市场 他向市场靠拢 就是你这个餐厅里卖那个什么 什么小龙虾 那个也卖小龙虾 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菜卖的火 这菜不火了 什么现在炸鸡翅火了 就所有的都改炸鸡翅 都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说是不是有点低估了 就是整体民众的 这个比方我一路看 我就觉得他有点低估了 观众的教育水平 比方说 我一路替他担心啊 那曹宇的家人不能告他 剽窃的吗 抄袭的吗 要是在大学里这一单事情 还有这事呢 当然你很简单 要是现在我大学里 我收到一个论文 是一个创作作品 要是这样的话 我一眼我就会说 他基本情节跟人物性格 是超自于另外一个 众所周知的名著 徐老师为国家抱不平的 你曹宇的这么一部戏的 基本情节 现在用在这么多亿的 我一路替他担心 他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吗 那冯小刚 他连最后连去感谢都没有 冯小刚怎么去拜访 莎士比亚呢 那五百年前 那个百年找过了 那五百年前 百年前找过 但一般国际惯例是一百年 徐老师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如果去探讨 他这个 就是他这个是否抄袭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觉得意义是在于 这个所有的导演的 想象力的缺乏 他为什么去抄 那最简单 他没有想象力 我不认为他们在大片中 有人有想象力 对 这是没想象力 上次是还有人说 就说你别看无极 说为什么老飞呢 你感觉飞好像挺有想象力 飞是最没有想象力的一个事 永远就可以想象这个事情 所有的古人 第一个想象就是人要飞起来 是一个最没有想象的想象力 那赵金军怎么算有想象力 我之所以就说白了 我之所以没有猪球去看这个无极 我就看那个片画的人在天上飞 我就觉得跟放风筝似的 这就没多大意思 公平说 黄金甲的剧本还是比无极要好 他在雷宇的基础上 加了第三个儿子 这个加的没意义 但他最后坚持了周润法这个角色的 谁笑到最后 谁笑到最恶 这一条 这个还是有力量 最近有人说贾张科 引用贾张科讲一个话 贾张科说我拍电影 我看的不是黄金的色泽 我要的是好人的尊严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几个大导演 还没有表现出在商业电影方面的才华 这是实话实说 我倒想起甭说这电影 我想起这个电视剧 我这几天 这个夜以继日看那个月遇 刚看完24小时 在全世界点击率非常高 我跟你说你首先说想象力 那个月遇 你不能不佩服他这个编剧 太聪明了 显向还生 就是没有一件事 是你能猜得到的 但是又是那么出乎意料之外 在乎情理之中 而且我认为你像那个24小时 这也算是电视里边的大片 其实很严肃的 他在美国主旋律 就是反恐 你别看他是娱乐 我认为他是认真琢磨过 他提出来了 就美国几乎受到所有形式的反恐袭击之后 当政者的抉择 比方说 我有细菌武器了 现在我让你把那个反恐局的局长 他正在侦查我 把他的尸体给我送过来 这种选择怎么办 有可能遇到 这就是让观众思考这问题 最后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把他弄死 为国家牺牲 去过去 种种选择 比如说核武器到什么程度 总统要不要受他的要挟 这个东西很启发人思考 而且最后你看他歌颂的是那种 就是说为国家牺牲 为他人受难受苦 是多么的动人 多么让人感动 我觉得这也是大片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大片中 一个先天目足 就是编剧的弱项 我们大片里 我们没有觉得有大编剧出现 您当年不还编剧吗 我们编剧都是一个混日的 海马歌舞厅是吧 就是混饭吃的 那么今天我觉得都是在混饭吃 就是一个编剧 我告诉你 这个剧本你不能提供一个 最好的基础的话 你电影没有办法 我不相信他能拍好 我告诉你 他们好莱坞文化工业的编剧怎么做 我认识一个 在大学里教了一段书的 一个知识分子 博士 他太太也是 两个人在洛杉矶 租这种房子 就是说他做经理 是所谓经理 就是替人看房的那种 那两人干什么呢 写剧本 他已经住在那里五年了 写了好几个剧本了 后来我就说 你这样剧本哪年出头啊 他说平均一千个剧本里面 会挑到几十个 几十个最后拍的就是几个 但是有美国有很多很多人 就住在洛杉矶附近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在想钻进这个 他说我只要有一个用了 我就买这个房子了 对 他价值观 而这样的人有几千个 在替他们倒腾 那么你所以你每年 你等我们最后到奥斯卡的 候选的时候 你发现 这剧本怎么弄出来的 怎么想出这些 挤 挤出来的 知道吗 现在有名人名言了 说那个世界上三样东西 是可以挤出来的 海绵里的水 时间 和乳房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甭管怎么说 感觉是又能赚钱 说是周末票房 买票看黄金甲 跟春运买票似的 有那么火吗 但是最近我是听吴思远 就发出一个警告 他说 他说我觉得中国这同类大片 到黄金甲 该画一个句号了 他说要再下去 投资就有风险 马先生你觉得有这风险吗 那肯定的 因为他 我看就是这种大片的这种场景 因为我虽然有几个没看 但是他那个片花场景什么 他是最豪华的阵容 都给我展示了 给我第一感觉 就像我们早期装修饭店似的 装得特别花式 然后是我们历史上绝对不存在的一个景 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矛盾重重 破绽多多 它就都是这样的一个景 然后有一些无关的人站在旁边 我那天跟他们开玩笑讲 我说什么叫大片 就是本来身边不该站人的时候 多站几个人 比如做爱这事 本来是避着人的 现在皇上做爱得围着一圈两圈的人 这就显得是大片了 透着热闹 透着热闹 他认为中国古代好像是这样 其实中国古代依然有隐私 依然皇帝之间有很多事 能让你随便瞧吗 不是说太监站床边 没有 那是太监的屋外头 哪有这太监的屋外头 隔十五分钟就提醒一下 有些朝代是这样 太监的提醒是防止皇帝尘免于这种声色全打 别没完没了 差不多就行了 你看 我觉得看这个电影 你喜欢不喜欢 要求高不高 其实跟一个自身的修养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 你比如叶宴里上次我听马先生就讲 说葛优手里拿着那个东西 你就不舒服 对 他那个东西跟那个时代没有丝毫关系 而且他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出场 他手里拿个玉坠 拿这个玉坠 就是这类的拿法和他这种玩法 都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他哥的一个五代十国时期 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如果说他随便拿着也倒罢了 他问题是他作为最重要的道具出现 比如他给张子怡按摩在后背上 过来滚去的 按摩穴道 最后那个轻女喝毒以后 他有一个特写 他从他手中突然落下 表示他发现了这个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道具 这是不可以出错的道具 我们今天拍一个孙中山 不能孙中山拿着个手机 跑来跑去的 你看着是不是成一个笑话了 对我就变成喜剧了 陈明元研究千古文人侠科梦说 汉代以后 剑其实已经就没有实战价值了 就是那个剑打仗 那汉以前了 后来都用别的 可是武侠小说一路都用剑的 对不对 书剑恩仇记 怎么都书斧子恩仇记 对不对 不好看 所以到后来都是为了献的 这个整个都是当代人的梦 他不管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老百姓不管这些 你像后来我就说贾战克还说呢 说大片商业片也要有文化含量 我再加上一道德含量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只不过大片应该有多种类型 有有文化含量的 有这种瞎热闹的 它是一种瞎热闹 我们认为就是依然是这个阵容 就依然是这样的历史史实 我们随便举个历史史实 都比这个沉重 比如我们举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大家都知道的人 文天祥 文天祥其实应该拍 文天祥拍一个大片 我觉得我每次想起他的故事 我都觉得特感人 不要说拍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大片导演 有没有能力拍出这个文天祥 主权率拨款 这个东西还真是我现在想 我假想张艺谋有一种可能性 你知道像我们做电视的 喜欢讲究于什么呢 叫三贴近 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我最近发现这条其实有点问题 为什么贴近本身就说明你不是群众 你不是生活 你不是现实 按说我就是群众 我就是生活 我就是现实 我记得张艺谋也表达过类似的感慨 他就说现在就像你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的确离老百姓远了 他说其实很难解决 但是就正是因为你离得远了之后 他会不会这样想 就是好 我现在拍商业片了 其实他也挺好心 那我应该放弃自我 好好想想 你这个老百姓们喜欢看什么呢 喜欢看满城劲爆黄金乳 这是这个 你们就爱看这个 我弄个照 表面上是为民众 实际上是看低大众 没准他还研究过 你比如我估计 你比如听说他还喜欢看超女 没准他在研究这种流行现象 大长青 超女 公情阴谋 你看电视上这个轻功戏 这个阴谋 他想 观众群众就喜欢这个 现实就是这个 所以我弄这个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不拍文天祥呢 拍文天祥有难度 绝对比这个难得多 我们随便讲一个 就是文天祥的 他一个史实中的简单的 他主要一个过程 就是他被俘以后不受降 他主要就是这个过程 长达数年 从广东一直压到北京 所有的办法都使了 他不投降 不降就这么关着 他是一个非常相貌堂堂 非常爱干净的人 关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屋子里 长达三年 出来以后到什么程度 对 他还有个非常感人的地方 就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女儿 就在隔壁 这个忽必烈让他看了一眼 说你降了 带着两个女儿回家 你什么 你的降就是你嘴上说 我投降就完事 不投降 人能抗住这种诱惑 我不能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我绝对扛不住这种诱惑 我肯定就降了 对吧 他不降 关了三年以后 最后要 当时忽必烈有一个想法 是放了他 所有人说这人放出去 就是大祸 你别看他是个文人 他是个大祸 结果忽必烈最后说 就把这人杀掉 把他从监狱里走出来 那赶人 他出来以后 他关的时间太长 不变方向 东南西北不知 出来以后就问沿街 因为他问展 沿街都有老百姓 问老百姓说 哪边是南 南宋 哪边是南 南宋 然后人家就给他指了 说这边是南 然后他就跪下 向南方磕了三个头 说我没汉事了 你动手吧 死叔49岁 就仅这一点就能拍出大片 我们没有人拍 我们老是那个割韭菜式的割人 那个小儿科 那个是已经游戏完成了 现在那个叫什么网游 网游 那就像电脑游戏 我一看 张导演 张艺谋请了周杰伦 我就知道他前驴技穷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周杰伦不是干这个的 他不是一个专业演员 我不是 我不认为周杰伦没本事 而是周杰伦那本事 搁在这儿是不适用的 但是周杰伦有 票房啊 有票房 那是 你拍那样的戏 那就是他向所有人投降了 那他不就这么 你降了吗 对吧 降了 对吧 还有我们呢 我们明明这样 我们还是照样去看 照样在讲 我们不也降了吗 降在谁手里呢 降在资本手里 我现在是明白 降在黄金手里 所以他点题也点 就是这个原来 冯小刚就说过嘛 说谁最清楚市场啊 人投资商花自己的钱 人家不比你清楚吗 但是这话隐藏着就是啊 这就是忽悠 拿资本忽悠你们呢 新时代的圈钱运动嘛 是吧 对 所以 马老师就可以当编剧指导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部分是这样拼命赚钱 比方说侏罗纪公园 Jeric Park 但与此同时 他也拍苏特拉的名单 你看都是大片 新特拉的名单 对不对 都是大片 对 新特拉非常感人 这就是另一种 对 你看我觉得他们是 赚钱的也赚 你不得不对 不为生命去思考 对 我们大部分人不到临死的时候 不为生命这个问题去思考 刚才我就说这个记忆 你看我已经记不住黄金甲的情节了 没法说了 但是呢 你好比说好莱坞那种 一个大猿人 那个金刚的那个 那个情节和人物 我记得那个现在不是人物了 是猿人了 我记得很清楚 还有还有同样是卖作片 也有能赞助不能赞助 对 比方说侏罗纪 现在人家就比较淡忘 但是ET啊 那个ET自行车上上去了 那又是经典 所以我的印象 我的 我讲的大片就经典 你一定要做成经典 我觉得啊 就是他们说像这个晚明的这个文人 不是有一个说法吗 说真正的这个好文章啊 有一样是必备的 就是地有一往情深 你看你啊 当所有的东西变成像 现在这个像赶集嘛 像我真是觉得像春节晚会 像或者像摆摊 就是说我卖给你点什么 全是基心呢 就是就是这种基心算计技术 你们要看什么 投其所好弄这个 这些东西组织起来 其实我觉得反倒好多经典大片里啊 即便你说好莱坞大片 我都相信啊 这个导演至少他会感动 就像你说这个文天祥 对 他这个感人 这个感情进去啊 你构思出来的细节都不一样 不能投降 首先他所有的英雄 或者说所有的坏人 都要有心中 有他的人格 坏人 是